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周之后 巨大脚回到家里 发现自己最昂贵的一个假面骑士的手腕居然被摔坏了 巨大脚非常生气 认为这件事一定是优白骨做的 但是面对巨大脚的质问 优白骨却矢口否认 没有办法 两人只好找来老司机侦探帮忙 老司机侦探查探了现场的情况 巨大脚的手腕大多都被放在同一个展示柜里 只有假面骑士的手腕是单独存放 现在这个手腕却被摔毁了 但是除了假面骑士的手腕之外 其他的手腕都好好的放在展示柜里 完全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你在出门之前 拜托优白骨帮你照看手腕是吗 老司机侦探询问巨大脚 是的 我怕手腕会沾上灰尘 毕竟我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 巨大脚回答 老司机侦探再次看了一眼展示柜里的手腕 手腕的表面上果然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它又看向巨大脚 这件事其实是你自己做的吧 为什么老司机侦探会这样说呢 五秒之后揭晓答案 展示柜里的手腕上还有灰尘 说明优白骨一直没有清理过 所以在巨大脚离开后 优白骨根本没有碰过手腕 那么手腕只可能是巨大脚自己回家之后失手摔坏了 张八族的妻子迪迪 有一天神秘的失踪了 可是警方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张八族的妻子 失望的张八族决定自己去寻找 然而三年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 张八族都选择放弃了 突然有一天 张八族房屋的门前出现了一封神秘的信 张八族 你还好吗 张八族 三年了 我在外面过得很好 张八族 我其实不爱你 爱他 他经常救人于危难时刻 他是一位勇敢的消防员 他也很爱我 张八族没有弄明白什么意思 就去求助了老司机侦探 结果老司机侦探看完后 立马要求警方出警救人 你知道老司机侦探发现了什么吗 答案下期揭晓 上期答案 包裹要签收或者核对身份 如果不签收 说明他不是真的邮递员